聊了这么多关于恋爱的 不如我们今天聊聊分手的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啊 大部分的情侣分手都不是一时冲动 因为一时冲动的分手呢 只要两个人真的很有感情 还是会在一起的 大部分的分手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难过当中积累的 他还爱我吗 他心里还有我吗 到底该不该分手呢 其实这些问题他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些迹象隐隐的表明 他可能不太喜欢你了 他可能心里也装不下你了 可能也是分手的时候了 而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彼此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需要重新的去审视你们的关系 第一个价值观是否相同 两个人的价值观偏差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的相处 小到生活的琐碎 大到结婚生子 以及对方的事业 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我们可以从经济上入手 经济反应呢 就是一个人大部分的思维方法吧 如果说看待金钱呢 就是大手大脚 还是事前如命 又或者是彼此的生活态度和方法 一个人的生活会显示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特别是一些细节 衣食住行上 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价值观 存在很大的不同的话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就会来下一颗地雷 往下 第二个是把你的付出应当了 在他看喜欢的电影 记住他所有不爱的东西 或者说你不惜多做一份兼职 只是想要多赚一点钱和他出去旅行 他只是把你的这些所有爱他的行为 当作一种理所应当 可能在他看来 你存在的意义除去这些事情 甚至一个跳脑都可以代替你 那这个时候还不分手 留个干嘛呢 第三种是缺乏尊重的 缺乏尊重的表现形式 大体上有两种 第一种是非常消极的对应 另外一种是口头和感情对待 是用消极攻击的方式 这两种呢 其实是非常潜移默化 非常微妙的 让你分不清楚真假 就比如说故意冷落你 有的时候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微妙 比如说他去听一些让你比较难受的词来说你 渣男不负责 不进取 穿着打扮 像农民 而且他从来不会为此而道歉 通常男生呢 都是进攻型动物 在感情上 高度需要是高过女生的 主动意味着 就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讨访女生 如果付出更多 回报却更少 其实男生时间长的心理一定会失衡的 你的自尊心也会得不到认可 比如说女生对你很冷淡 女生把你当备胎 女生给男生找隔壁老王 分手的情况就是非常的决绝等等 好 这些都是 第四种是不关心你的感情 或者是你的需要 他会欣然的接受你所给的东西 可是呢他自己付出却很少 你为他做非常多的事情 非常的体贴 他甚至都不用花什么时间和精力 来维系你们的关系 或者是你想要得到他的吻 他的牵手 都是变成你对他好之后的一种奖励 第五种呢 就是他很少照顾别人 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除了他自己 他根本就是不管不顾的 或者是能够得到他照顾的人 是非常少的 总是你再去关心你 你再去照顾的情况 好 那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没有人是天生要去服务人的 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尊重和呵护的 我们并没有去责备这样需要呵护的女性 我们只是在告诉 如果你没有得到一个女生的尊重 你就得不到一个女生的爱 你想要得到一个女生的尊重 前提是你先要好好的爱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 那你anya junt不得到一个女生的女生的女生 不要她是一个女生的女生 我可以开心吧 你再来一步 我可以不要珍华